奥运奥运 刚刚就开幕了 我们这就是一个录播节目 刚刚就开幕了 以及经过了一天的比赛 结果大家最开心的是 中国也想着包办枪击手金 可惜竟然 入决赛的杀拿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是一二名的 怎料美国选手包第六 刚刚紧紧的那只 但想不到一入决赛 两个都失准 结果冠军变成美国 亚军贵军才是中国 包金包不了 但最令我们意外 竟然是香港台湾 整个华人地区的网页 全都爆了 高兴啊 好厉害啊 第一波高兴,还有第二波 就是孙杨慧免失敗 又是很开心的 输了给澳洲榮首 哭啊 照片都被拍了 所以每个网页都贴了 对啊 看那些就笑 这些人这么贵 每次都哭 没有水准 这些坦白 跟我们以前80年到84年 零的突破开始 那些人对中国奥运扬威 完全不同感觉 先讲84年那一波 那一波就是这样的 首先是中国跟随美的号召 就背割了80年 莫斯科奥运 因为苏联入侵亚富汗 然后84年 苏联及东欧集团国家 就背割了 洛杉矶奥运 但是呢 本来是共产主义国家 已经跟随了苏联老大哥 但是中国不肯 就参加奥运 结果呢 很棒了 第一波拿出另一个手金的 槍击金牌是谁 許海峰 没错 立即被民族英雄 是的 然后全世界的华文报纸 包括我做的一家中国时报 到头版 守中国人奪得奥运手金 那时候是灵的突破 结果 那些托文党 和那些右派的法西斯分子 都生气 你没理由去赞中那些共匪 咦 但是我老闆就说 喂 是中国人首先 那些大是大非 那一届还有一个最威的 李宁 一日之落落 三个体操金牌 当时呢 周南在中英谈判卓 那里 对着英国人很姚姚揚威 我们现在是家家谈奥运 各各说理理 我说不得了 家家谈奥运 每个人都说李宁 结果那次最糟糕了 美洲中国时报 若是这样 就被蒋经郭掌握了 但是问题是 美洲中国时报的市场是美国华人 那你华人拿到金牌 你没理由不报的 因为当时呢 很多是用中共选手 中共运动校园 慢慢呢 就变成中国选手 因为当时香港很多人呢 都是对于这件事 有荣誉感的 无论反不反共都 真的有荣誉感的 中华儿女 是啊 八年呢 中国就成绩大跌 很多人都说 韩国奥运那次 韩城 那时候还叫韩城 韩城 92年是巴塞隆拿 巴塞隆拿 巴塞隆拿 巴塞巴牙 96年是阿特兰大 美国 色尼奥运 色尼奥运 第一次新奥失败 那次新奥输了两席 你要输哪两个 本来人家是屈指台湾没有投 其实不是台湾有投 后来发觉第一个 原来是北朝鲜玩东西 投了反对票 咦 为什么呢 我忘记了这件事 因为北朝鲜 讨厌中国和南韩建交 哦 是 接着第二个放过飞机 就是罗马尼亚选 那个代表 不知道为什么转机 转得出问题 就辞到 最后失了两票 我记得当时 率领中国新奥的 就是陈希彤 北京市长 那时升了市委书记 在鹿石镇压之后 升了市委书记 我记得他宣布逝离 宣布逝离 宣布之后 他就面如死灰的起身拍掌 回到北京说 我们要把国家经济搞上去 搞上去 那才不会被人欺负 还是有一种被欺负的感觉 但事实上 其实人家国际外卫投票 还有黄黄环保、设施等等 其实中国当时 他通常投票是这样的 就是那次奥运之前的 六年前到头 就是2000年 就是1994年 中间隔了一届奥运 即是他隔完96年才到2000年 后来又粗光养晦了六年 2000年又来玩东西了 那一届就大胜了 就闯到2008那届 而且2000年 他成功拿到世界第二 对 第一次超越了苏联和俄罗斯 以前是前俄罗斯第二 前俄罗斯第二 前俄罗斯第二 美国最高 而东德、西德是第三 东德高于西德 因为西德是足球的 东德是奥运的 但是想不到 东德和西德合并 反而成绩不疑 那东德和苏联的 就是举国体制的运动 是瓦解了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结果这帮东德的教练去哪里 去中国 对 三千元美金就去中国 所以中国后来就是泳队 成绩特非晚准 不止泳队 体操呢 体操呢 跳水呢 只不过这帮教练 通常躲在后面 只有我们这帮记者 或者直接知道我们是 先说明一下 我们以前中国时报 就是大统派来的 就是 一向共产党都很信任我们的 知道我们一定不会 搞什么港独台独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去到北京天壇 那个运动场 就是国家看委 都放我们进去 知道我们会 报哪些都不报哪些都不用怎么说 看到很多鬼头鬼伤 我记得东德女泳队 在他东德 就是共产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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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后来东德教练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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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於是沒有地方去,於是中國就入手了 林伯能去到中國了 他肯給得起錢 因為大陸有錢 90年代尾,二十一世紀初 所以現在中國體育這麼厲害 航天科技這麼厲害 又給了材料工程 其實很多都是貴老邦的手 和前蘇聯集團有關 所以奧運呢 怎麼說呢 我們跑新聞跑這麼久,看了這麼多年 之前有三十年差不多 看的輕輕衰衰,挺感慨的 所以說體育要和政治脫鉤 從來沒有這回事 你就是2008年北京奧運 本身就是舉國的政治工程 很可憐 那次北京恐怖到怎樣 所有外來人口 一律不擔心自己的原來戶籍 從北京城到北京市郊 除了防空洞都要離開 然後大家放假放一個禮拜 叫你去外面玩 整個北京的戒嚴 殺狗 狗全部不准穿在城裏 要搬出五環以外 那些觀眾全部是送票的 不是賣的 那些票全部是送的 那個開幕典禮呢 張藝謀帶到了 要來一個奧運歷史上最厲害 表現到中華盛世的開幕典禮 還有燒煙花也找到蔡國強 蔡國強的助手就是馬英九個女兒 哈哈哈哈 馬英九兩個女兒幫蔡國平燒煙花 過去2008年的時候 我還感覺到當時的香港人 主流時仍然很認同 覺得於有永遠 但問題來了 2008年第一次成為 因為主場之利 成為奧運金牌最大戶 但問題是2008年之後出了一大鍋 就是三綠奶粉 一結束兩天都不夠 那時候殘奧也未完 就被上海晚報的記者 我的朋友就爆了三綠大頭 神石奶粉也不是大籌 大頭來回到安徽的 神石奶粉是河北的 早些的大頭好像是 神石那裡被控動全世界 那時候想不到 就花幾百億的美金搞奧運會 就被一團奶粉 還被全國騷動 然後還抓了幾百人 要蓋嘛 然後影響香港 搞到現在又反水貨 中國麻煩 就是因為奶粉這一鍋 那個壞的影響 你真的完全猜不到 就是為了一個驚奧 聽說就是因為這個東西 蓋了奶粉 到現在爆出來的時候 原來是這樣的 你拿多少個金牌 那又如何呢 搞到現在呢 你看得到 奧運會現在的影片 叫做什麼? 雞粒雞粒 食之無味 氣之可惜的一種東西 我這裏有些檔案資料 原來奧運會 因為它抽水抽得太厲害 這麼多屆以來 只有兩屆集 最近三十多年 一個就是洛杉基 一個就是八四年 一個就是巴塞隆那 其他船部都船到各街 洛杉基 因為美國人就善於經營 他就將那些場館等等 即是舊館翻身 沒有新場館 還有引入很大量的商業贊助 雖然東歐集團 另外還有抽水抽得很少 那時候抽水只抽8.15都不夠 現在抽8.50 特別是電視轉播權 另外1992年巴塞隆那 他就趁機將這件事翻身了很多社區 因為佛朗哥時代 就抗抑巴塞隆那 佛朗哥死了之後 因為何長時間都未恢復完 就借這個機會 巴塞隆那 翻身 這件事也是令巴塞隆那 即加泰隆那 獨立的壓力強了 一個原因 所以 不會體育從來跟政治都是很大密切的關係 所以根本 誰說是體育政治 你抗抗我 其實奧運會搞這麼大禍 其實都是跟政治有關 因為一開始前年 那幾家奧運會沒有人理會的 尤其是1976年 加拿大那時候叫滿地河 通常譯到蒙特里爾 好像不債還了30年 對呀 嘩 嘩 嘩 說到1976年 那次蒙特里爾 或者蒙特里爾 或者蒙特里爾 那次 爆了很大的政治 到現在台灣也罵過 仆街總理杜魯多 因為台灣本身 杜魯多 即是現在總理少杜魯多的老老老 你知道 杜魯多衰到怎樣 他呢 就跟大陸有幫家 就跟台灣沒有幫家 但根據奧運會 那時候大陸就不是會員 台灣是會員 是的 台灣隊要出發 他要中華民國名義參賽 那你不要理中華民國什麼名義 人家正式會員去參賽 他竟然說不快入境簽證 於是那七六年 台灣也沒得去 大陸也沒得去 沒有了中華儀類的代表 這樣就兩岸都得罪了 對不對 所以後來老衛會議這件規定 如果你這個任何主辦國不給簽證 給我們會員的隊伍入 我就取消主辦 但問題是遲了 遲了 你找誰接手主辦 李奧運要六年時間預備 但問題是那一局不是 那一局就是 人家台灣隊出發前 他不給入境簽證 那這些就離了大譜 人家有一個國際外國會會籍 你憑什麼理由 因為政治原因而 臨時禁止別人的運動員參賽 除非好像今次俄羅斯 發現個別的運動員 是發有福養金 這樣就不同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台灣運動員一向都循規道舉 所以你看到台灣還有些 拿金牌 什麼幾正一大堆 幾正是飛躍靈陽 所以你看到就是怎樣 你說奧運會不關政治 就瘋了 絕對 而且奧運會還有一樣 奧運會怎麼明滿天下呢 其實是跟政治有關的 原來奧運會 一開始前面的十八八九 沒有人理會的 也沒有太多國家參加的 誰知道1936年 被希特拉拿到主辦權 哇!柏林奧運 歷史性的一錯 你現在有空看一個 Landy Larkinfield 他的御用女大導演 Landy Larkinfield 拍那個1936年奧運會的紀錄片 六個小時 簡直是法西斯美學的經典狀 他要用奧運來表現他們 馬里安民族很優秀 要絕對優秀的眼睛 還有禁了猶太人參賽 沒錯 不過那次 很雖然被美國人 Evans 拿了四面金牌 是那個黑人 大家以為 希特拉一定很生氣 如果報告上去 希特拉沒有什麼表情 沒有什麼生氣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希特拉回答下面的人 說 其實美國人很壞 當然是不公平的比賽 不要來找動物和那些人來比 原來希特拉就覺得 美國人很作弊 找黑人來比 因為黑人是動物來 所以不公平 那些人的邏輯 我明明是想不明白 原來黑人不是人來的動物 我頂 真的 說到柏林奧運之後 又要說回莫斯科奧運 很多人想說 極權專政的國家 想利用奧運來到陽明立萬 兩個都一直都跌倒 年期都差不多 1936年 1936年 1945年 10年 然後是莫斯科奧運 1980年 1991年 大概10年 1991年 差不多10年 現在我們應該在2018年 2008年到2018年 再加兩年 不差 2020年 大家想想 誰在2008年 陽明立萬 那些臭小子又走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 剛才我明明 我就覺得很恐怖 為什麼呢? 一下爆大鑊 一定是北走北京 東走上海 南走廣州 廣州收不完 走來香港澳門 你死的 那些難民是數以千萬計的 是啊 不止 真的分分成成億 到時沒有人看 我回蒲國 遠點去台灣也不去 我回你斯本 但這個真的是 奧運真的對極權國家有個魔咒 極權國家有個敗奧運的特色 一定要表現到國勢強勁 揚名立萬 等等 吃興奮劑吃過龍 他們自己的精神 吃爆了 你說希特拉發動戰爭就算了 但誰會猜到蘇聯在80年 十年後會突然變化 其實蘇聯是這樣的 他們是衰在打阿富人戰爭 搞到國富民窮 然後再加上 他又跟列根比了星債 星頭大戰 這個拖垮他的經濟 是啊 那現在共產黨呢 大陸又有什麼危機呢 大陸現在個個都知道很大危機 但就不知道什麼時候爆 例如他的債務 其實債務是越來越多 不過就是按住大家 不要追債 不是現在大陸的進程度 我覺得是這樣的 首先他的房屋 起了可以給33億 34億 最新少的34億 33億多 接近34億人住的 但中國人只有13億 起了就放在這裏 你要維修 要住 還有銀行貸款出去 大部分房地產都是銀行貸款 融資等等 所以其實很多債是互相欠債 三國債也有貸款 現在不知多少國債 三國債都很多年前 現在真的不知多少國債 加上民怨 另外現在法國就是很多精英和資金 都是大量流出中國的 其實精英階層知道 那個國家的不安情緒是很厲害的 現在反正有空去看英美澳家樓 無端白市 有筆錢又來買等樓 無端白市進來 英國公投失敗之後 公投脫勾之後 突然間說 是中國人入英國買樓的時候 是呀 這樣想法 因為房地產跌 收拾便宜貨 亦都是買一個安全島 現在往往還是怎樣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高幹子弟出了過讀書 老爸老母的家庭不要回來 順便幫我買一個檔樓 為什麼要買一個檔樓在這裡 其實原因是很簡單 就是萬一我這邊就不行 我還沒拿走到那邊 是因為有一個檔樓在這裡 保值 而且不會陷監 莫希來兩夫婦蹲監 還有兒子還在外面 還有薄瓜瓜 還有薄瓜瓜 你另計劃 他在美國的弟弟 有一個令員城 在美國還在韌韌 大家都知道這種遊戲要這樣玩 搞套三分 最重要是在西方國家 尤其是美國 有港港全島 所以盛勢就是這樣 有中國特色的盛勢 這個奧運真的有幾坦事情搞爆 一坦就無端百事 發覺應該是場館 廁所板又不見了 有爆渠 跟著那些蜘蛛窩落 還不夠勁 突然之後 叫做什麼 炸卡病 炸卡病 原來種了病毒 女性可以有懷孕 會生兒子出來的頭 突然縮到女兒 小頭症 所以令到很多國家的運動員 特別是女運動員都害怕 那男運動員害怕 就叫做燈甲熱 男運動員都害怕 通過性行為會影響到自己的伴侶 對 所以有些運動員都說 不要玩了 這樣搞法 另外 又爆燈甲熱 超資 另外很多人很反感 就是 你的政府 巴西其實現在的情況都不是這樣 你拿這麼多錢 搞完了 世界盃 還要輸給德國輸七個一平 現在 就來搞奧運 全部爛奴民雙財 其實根本看得到 整個 他爭奧奧運主辦權的前總統羅拉 他本身 他爭奧運時巴西經濟是不錯的 金鑽四國還排名第 有Brick Brick B就是巴西 R就是巴西 I就是印度 C就是中國 但想不到 過了這六年 這四件除了印度還好一點之外 其他全部都不行 巴西雙是他上次世界盃 其實都五六七雙 現在再接一個奧運 其實真的有些支持不住力不從心 最大的 因為他內鬥 他本來是怎樣呢 就是已經選上了 一人一票選上 這個總統的女總統叫羅塞夫 羅莎夫 但是呢 他就被憲法法院判定有問題 就被停權 現在是代總統來出席開幕議室 沒錯 因為他本身的政局 本身不穩 經濟也開始走 原來支持羅塞夫做總統那位 又不老禮 現在就是兩大門牌鬥 國家不管了 至於鬥贏最重要 鬥到怎樣呢 有條新聞是這樣的 就是巴西政府開幕的包廂 公開聲明不准暫停職務的 呂總統羅塞夫和前任總統的 羅塞夫 羅塞夫 兩個人進去看賽 進包廂 即是兩個人可以自己買票去看 但不准進包廂看 這些純粹是政治鬥爭 一個羅塞夫的方式 怕你搶鏡頭 你進去後 一個是前總統 一個是停職總 我做記者的鏡頭當然是對著他 哪會對你現在的暫代職務前副總統呢 因為按道理 你是一間奧運由申辦成功 到正式開幕 六年下山 你的前總統也有一個功勞在那裡 其實應該都出來了 當嘉賓 搶一個嘉賓的包廂 這件事中國比巴西好 你看看胡錦濤 都是找到江澤民 應該的 因為江澤民搶回來的 這些應該的 不過幸好那天 2008年奧運會 康澤民又沒有搶到胡錦濤風頭 可能他也認識了 大家也認識了 大家也認識了 看看2022年 冬季奧運又如何 冬季奧運又如何 冬季奧運又 現在很清楚 就是 習近平搶到 習近平還是在位 不知道 因為現在這麼暖化 到時有沒有雪 你如果沒有雪 你怎樣做人做雪 那就不怕搬場地 搬到西藏高原 冬天一定會下雪 青海 但是那個高原地方 對那些運動員的發揮 不是 一向都高的 冬季奧運的地方 全部海米二千米以上 西藏那裡 平均四千米 三千米 青海 其連山都三千 青海湖 都可以 那裡的青海湖 很棒 青海 大草原 大湖泊 一到冬天 全部雪 那湖上面任你說什麼 我真的 你如果是在其他 漢人地區的城市 你找不到 空氣汇險 你都拿了 平地也沒有地方 冬天下雪 我北京住了五年 都拿了兩年雪 其他三年都沒有 最多結霜 地下有層薄冰 冬季奧運 以後的事 過不過到一百年 即是 奧運十年的魔咒 大家暫時拭目以待 我覺得共產黨的政情 應該變成史蒙古 應該有九六年 哈哈 批了命 因為它基本上是外族政權 它負外國意識形態 還會摧毀我們中國傳統文化 它做得比蒙古還要遲低很多 滿洲就完全復應於漢文化 蒙古還讓漢文化繼續自行自由法 蒙古是這樣的玩法 它本身的領導階層 實行蒙古法典扎殺 一般平民都用漢法 他們叫兩院制 跟蝕丹和金朝一樣 漢地用漢法 漢人用漢法 蒙人用漢法 他不做漢法 所以現在蒙古語、蒙古字都能保留 漢法和清朝 在庭隆皇帝都不懂得看滿文 沒有 不懂得說滿語 他們那時候要國語 剛才撞到禍身 原來懂得說滿文、滿語 這傢伙很棒 結果蒙古就成功保留了他獨立文化和地位 不管怎樣 你看這次奧運 你看香港、台灣、大陸、澳門 每個都懶洋洋 包括連記者都沒有興趣 沒什麼大興趣 反而奧運的女池其手 香港就說很鎮 香港的一般年輕一代 除了不喜歡中國的 他們叫匪國 地獄鬼國 地獄鬼國 匪國等等 他們不喜歡這件事之後 對自己代表的香港運動員 非常支持 很多人都說 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事實上香港運動員的表現 由2009年的東亞運 開始 國際賽隊一直變得好 香港的好處是怎樣呢? 投資方向正確 他覺得重點是投資不少的 其他不是重點 他都有付錢 但做得好 做得不好 你和大哥都不同的 因為我本身是屬於大陸的系統來訓練出來的 我都很清楚怎樣玩 我們小時候在澳門接受大陸教練教的 打得好 就開始打出澳門 你打什麼? 打給恩波 我以前是拿過澳門初級團體冠軍 我以前是拿過澳門初級團體冠軍 拿完我的牌子才去台灣 拿完金牌子才離開 我當時是怎樣呢? 首先去澳門打街區賽 好像香港十八區 今天忘記帶我 香港灣仔代表隊 我還去灣仔代表隊 我認識了 元老門是元老代表隊的 後來回香港也有打的 這幾年因為扭傷了左腳 沒有打 所以胖都不快 首先澳門打得好 是廣州二沙頭 不錯 二沙頭跟高手 叫省隊或少年體校的陪練 這樣學到高手才學到 他分市級、省級和國家三級 市級打得好 就去省級 省級打得好 就打全國賽 而全國賽裡面 就選出了 其他 比陰波院務球 網球 都是一種制度 就是怎樣呢? 全運會打得好 省制代會打得好 就選出了 國家A隊甲組有十二個 紙比陰波 月組也有十二個 國家A隊各自B隊 每年A隊 就打一次大循環 即是打十一場 B隊又打十一場 A隊最後的三個就降落B隊 B隊最好三個就升上A隊 B隊最差三個 或者六個 就不會叫你回省隊 然後再從省隊裡面 又找一些 他覺得好有潛力 就進來B隊 然後每年打一次大循環 那你有沒有在廣州打過? 打都輸 當然是 哪有夠大陸仔打 不要緊 跟那些高手過過招 即使輸過 技術一樣會提升 反正跟大家說 香港隊那個年代跟澳門隊上到廣州 根據我所認識 我們那個年代沒有人贏過 甚至更好笑到什麼呢 澳門還是香港的冠軍 拉上船 打日本球 拉完左邊拉右邊 廣州的年輕人打 拿一份爛流星版 短架 打一打一打一推死了 哈哈 即是你一拉過來 一推來就死了 你一拉過來就一班打死你 這樣 跟那個年輕人十二歲 十五歲 都打過 香港冠軍 香港冠軍都死了 那不出奇 中國是世界第一 乒乓球 省隊 市隊 跟廣州的年輕人打 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分幾組人馬 正規就叫做市隊 省隊 和國家隊 這三級 市區市隊 是怎樣出來的呢 首先好像養貓仔 叫做少年體校 那些體校叫做少年體育學校 就是選擇八到十二歲的那些 入到裡面 就開始讀中學 那些中學來的 每個星期就上三個半天的課 即將我們正常的一般中學的課 壓縮成三天 知道嗎 都是上半天的 然後其他時間 就全部就是 練 術科 早上五點就跑一步 跑完後就早餐 早餐完後就練習 類似這樣 所以後來香港就引入了中國大陸 所以銀稀 沙田銀稀體學院 就引入這套 不過他們那邊就是中學才開始 他們在學校很多小學才開始 所以無論我們對大陸有什麼看法都好 香港引入的一些大陸 即是中國大陸的精英運動員來 香港或者教練來香港 他們對香港的體育事業的發展 貢獻很大 單車隊為例 沈金康教練 沒錯 大家一定要尊重這位教練 左邊波羅教練都是從大陸來的 是的 乳無球 乳無球有些 還有本地的 例如那時候雙塵的陳志才 陳志才老師這些 都是很值得尊敬的 沈金康 香港當時 他來的時候 那單車隊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出國比賽的時候打架 黃金堡有份打架 然後回來 整個單車隊等於玩完 差不多 那時候黃金堡 後來都來了隊之後肥了 後來沈金康來到 黃金堡親自上去 希望給機會 反正那時候沒有人才 你有心 我就跟你操 你受得住 你便來 操作好苦 操幾個之後 去到這個 這個 日本那個 叫做廣島亞運 就拿到第四名 香港那個單車隊 才重新 沈金康 其實明星很重要 很重要的 起碼有一個明星打了一個牌 然後大家就開始 還有政府的資源 因為精英運動員 很久的資源就多了 沈金康有一個更加值得我們尊敬 他本身是 因為在意外訓練 年輕的時候沒有了一隻腳 落腿將軍 但他轉教練的時候 嘩 你的Bankboard也是一樣的 如果不是 李靖和高麗澤拿奧運 拿奧運銀牌 哪裏有人扔錢 誰會重視 他就留在香港 再繼續教育 所以體育很多時候無分國家 一定是朗平 都去美國教過女排 沒錯 所以有時候 我們 心胸要寬闊一點 不喜歡中國也好 喜歡中國也好 你什麼都好 在體育的時候 我們都充分尊重運動員 和教練所付出的努力 不要嚇嚇 因為我不喜歡中共 所有運動員都是匪女 我覺得就不是這樣 舉國體制 其實中國早就有 是誰呢 最初是50年代 成立國家體委 找了紅二方面軍的領導人 習大元帥之一的賀龍 去帶這個國家體委 國家體委 50年代最成功的是誰呢 就挖香港三位主力球員去北京 第一位叫傭國團 第二位叫傅其芳 第二位叫姜瑋寧 於是就拿了第一面中國人的世界杯金牌 就是傭國團 但是這三個仇員 結果對於1960年文化大革命 打成河龍一幫 一個是傭國團 傭國團在龍潭公園上跳 傅其芳和姜瑋寧 被下方弄得太厲害 就是海外間諜 跳屎坑浸死 你知道農村後面也有個屎坑屎渠堂 那些是陰公的 那些如果是當時文革的時候 靠隊 即是站隊站得直 但問題是國家體委 全都是賀龍的人 賀龍的人 賀龍都鬥死 鬥了癌症死亡 你下面都死了 死了誰呢 莊側棟 莊側棟 整天都裝側棟 裝側棟 上一輩子都說 最厲害是裝側棟 他樣子很帥 最有型最帥 體育文星就是他 結果 前幾年癌症死了 老等起來又是靠邊站 不是靠邊站 他坐牢暈了三四年 去查無實居 沒有罪 放出來結果要去哪裏呢 去了北京少年功的小孩子教練 不准入國家隊 不准入省隊 也不准入 但有個好處 當時開的價錢 二百五十元 外匯捐一天 就住他家 因為他家很大的 在那幾處 早上就去少年功練習 下午給單車 自己去北京玩 我當時就去上面 訓練了一個星期 總之 在這樣的環境下 都可以善終 算很好 沒有啦 因為查到他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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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先說打球 而且那時候 你不靠江青 他也分分鐘死了 所以這些 大陸的訓練是有一套的 但只不過早期那一套 只是集中幾項的 重點運動 就是羽毛球 Bang Ball 隔著網打的 但後來80年 90年後 就連體操、跳水、游泳 還有某些田類項目 或者競類項目 都得到牌 因為有外援 以前是自力更生 所以大陸奧運 其實不是一個很單純的 就是一個叫做運動事業 現在奧運的比善好 他有商業化元素 以前純粹在國家培養的時候 我跟江澤東吃飯 他都說 其實現在運動員代表很好 我們國家運動員 拿到金牌回來 獎勵是甚麼呢 每天早餐多兩隻雞蛋 一般人36元 他們64元 有當補給 64元 那年多 但那時候 經濟環境 都不一樣 你退役之後 你現在的出路 相對來說又多些 當然也有些很慘 其實當時商業法 最早的誰 是霍遠東帶上來的 這些應該的 就是捐錢 那些錢從哪裏來的 我們猜一下 怎樣 他就在霍遠東基金會那天 抽水出來 誰拿到金牌 他給了100萬 國家給了100萬 最早誰拿到 就是鄧雅萍拿的 鄧雅萍拿操運金牌 鄧雅萍拿操運金牌 鄧雅萍是冰文波的 對 那些年輕觀眾說 拿出200萬 那後來拿到的錢 就跑去劍橋讀博士 坐在你都傻了 當然坐在你都傻了 馬上就欣賞退休 扭了腰 快快退休 快快走路 還有一個叫做 何智麗 又值得過癮 何智麗 那次奧運會 他呢 就叫做放水 放給那個打咳球 叫什麼 打防守 就對韓國那個 不是 教練要他放水 是 應基於戰略 要讓給葛珊愛 因為葛珊愛對韓國的選手 勝算比較大 因為韓國選手沒有打過削球 而且沒有贏過葛珊愛 知道嗎 何智是怎樣 明明我有本次贏 咭 自己有 就是不聽組織的指示 是 接著決催 三比一又打贏了韓國妹 這樣就麻煩了 但是 你認認了也不行 因為你不服從指示 是 結果就是 被踢出國家 然後呢 踢回上海 是啦 跟著那個人 即是國家隊踢回上海隊 結果生氣了 就嫁了一個日本仔 小山智麗 嫁了一個叫小山 代表日本 代表日本的亞運會 他打沉了鄧亞平 一說前次 是啦 後來他好像代表台灣 沒有台灣另外一個 台灣我沒有跟大陸翻臉 他叫什麼名字 打反手 左邊的 左手的 正手上旋 反手打架 何智麗 後來來分 後來來分 前幾年來分 改姓何 就不再叫小山 不再叫小山 這是很經典的 你說打台灣隊 就叫陳正 是 陳正 陳正是這樣的 又是打國家隊贏了 怎麼跟他們爭吵 被迫退隊 退隊之後呢 認識了台灣 就介紹他去台灣 代表台灣隊 就拿了一個 他的成績是這樣 第一屆代表大陸 就拿了金牌 第二屆代表台灣 就拿了銀牌 第三屆代表台灣 就打了一個銀牌 但是都厲害 打了三屆 都厲害的 九年之間打了三屆奧運 就拿了冠亞貴國一個牌 都不差的 都不差的 而且中國的運動員 出國也有很多成就 例如馬來西亞的羽毛球 那個是強國 他當時吸納了 中國有八十年一個好 七色的球手 的樣樣 吸納了馬來西亞 很優厚的待遇 所以馬來西亞 可以跟 在羽毛球界 死敵印尼 撼過日月無光 印尼後來被他超越了 因為陶菲特那些 過了氣 球員是很差的 一水一水的 等於巴西隊足球 這一水有哪個明星 只有馬一個 但這個人打不細成隊 現在打球 是打團體賽 至少對球 至少中場線要夠漂亮 中場線不夠漂亮 你會被人壓住 是不是 你現在最大的巴西沒有中場 你知道嗎 你看最近幾十多年 你贏球那隊 都起碼有個中場線 前鋒不用太多 一件就夠了 實情沒有前鋒 西班牙四年前的歐洲國家盃 西班牙沒有前鋒都拿冠軍 打到日月無光 因為你本身很簡單 你沒有前鋒的話 你那四個中場 那兩個中場 可以當前鋒用 對 你中間折倒球 多輸送 多起腳 自然 踢十球就是不球 巴西的防守 一向都差 一向都不可以 一向都不可以 而且現在的防守 大陸叫後腰 我們香港叫防守中場 清波能力很高 他完全不可以 所以他純粹打一個尼馬 結果 其實打南美式的 無論是歐洲南美式 南美正宗南美式 後防都不太好 西班牙後防都不可以 西班牙後防都不可以 塗塗瓦更差 但想不到塗塗瓦 今年的事不撞棍 歐洲會 歐洲會 歐洲國家會 其他隊伍也打得很差 他最後發揮越來越好 其他 英格蘭等等 其實我懷疑 今天法國弄壞了 法國對波林掌的戰術 就要盯著施朗 施朗就完成了 施朗就完成了二十多分鐘 於是你本來的戰術就沒有了 你本來不撞施朗一個就可以了 但現在你要撞十個 而且那些人要配合施朗去打 但那時候施朗相出之後 發覺整隊人的士氣都出來了 每個人都不用看著大哥 我就自己來 那個士氣這樣撞 撞到葡萄牙幾乎倒了 但你撞完之後你沒有氣 但葡萄牙的火力施朗相出之後又不同了 他們變得沉了 就不輕易出來了 又是 先守住 本來葡萄牙打工 結果你看到長坡 變得守 不打不撞 結果葡萄牙一直都打得不好 最後就是 偷你雞 讓他拿回冠軍 說起奧運 和政治的掛鉤 現在一定要說 是七二年那個莫尼克敦 這個慘了 五個巴勒斯坦槍手 黑色狗原 殺入奧運村 挾持十一個以色列運動員 結果全部打 西德的軍警 拖延 殺入去的時候 救人的時候 十一個以色列運動員都死了 五個槍手都死了 加上一個西德的警察都死了 十二個人死了 奧運歷史上最慘的一次 恐怖襲擊 很慘 後來奧運村 變成選手村 嘩 從門深鎖 本來有個鹽都不鹽 而且這次聽說 美國人都派幾十個安全人員 用各種身份 在選手村裡面 怕你巴西人太膩 很厲害 很厲害 我不是歧視巴西人 其實我們澳門人 很多親戚都在巴西 對呀 你是葡國的 為什麼呢 大家說葡文 而且我們澳門人去巴西 高中不如去到那邊 都是高尚知識分子 最大的葡國 應該很親切 問題是那邊 他們缺我們一人 我們很多做斗木 做泥水 做建築工人 去到巴西都發大 未經過不發大 只要肯學博文 學一年 因為那邊人口很多 最近幾十年 特別在20年 經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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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不完工程 這幾年全世界工程都很賺錢 做建築、裝修、裏窗 做地板、油漆 全部去到那邊 完全不怕沒工作 對呀 理想香港也是一群 現在發到很重要 因為他們做事又難 而巴西又難 喜歡來又開工 喜歡又不來 我們華人 起碼 都要星期五天 一星期六星期 可能還去休息一下 但星期一到星期五 一定要開工 但那邊不是 做半天 只是休半天 所以當時巴西 能否舉辦世界盃 其實很多人都很懷疑 成不成事 後來 面目過關 現在到奧運 還有十幾天 我跟巴西的文化 跟葡萄文化很相似 我們叫葡魯 濫人文化 是不是跟拉丁民族有關 不像是葡萄文化 西班牙、意大利、希臘都差不多 全部都懶得媽媽不認得 沒有以前羅馬人的精準 沒有了那種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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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奧運會 我覺得衝大頭太多 不過最近今年 本來爭取2024年奧運 波士頓已經選佈退出 現在只剩下洛杉磯、巴黎、羅馬和布達佩斯 這個奧運會 就不太想給羅馬和布達佩斯 羅馬和布達佩斯 意大利和匈牙利馬 又是懶得媽媽不認得 而且你的財政也很大問題 你現在沒有錢不幸 意大利就這樣 我覺得意大利比好一點 意大利的場地比較多 他只要維修自己的場地 撿一撿就可以了 就不用棄太多新場館 但布達佩斯就不一樣了 如果真的要玩的話 他本質截的場館是不夠的 夠場館不足的 這個地方 這地方的布達佩斯 是怎樣的 這個孔牙利的首都 是多魯鵝兩岸的 左邊叫布達 右邊叫佩斯 而中間有幾條橋坡 是一個雙子城 一邊叫布達 一邊叫佩斯 裏面有很多古蹟文物 很漂亮 為甚麼呢 他保存在這裏 沒有賊的 恐牙利人 是甚麼人呢 他又叫馬扎爾人 這些人其實是我們亞洲人 據聞是兇奴後裔 兇奴當年叫南兇奴白兇奴 南兇奴就歸化了漢朝 反正五胡十六國之後就變成漢人了 北兇奴就向中亞西亞走 他是這樣的 在東漢的時候 鬥勸罰北兇奴 結果北兇奴立不住 向西走 就堆壞了羅馬 沒有那麼快打到羅馬 先打到中部 就打倒了貴雙帝國 就出現一個叫白兇奴的小王國 有沒有打倒羅馬就不知道 反正呢 就搞得東亞一鑊足這樣 他是有個兇奴人打過入羅馬的 但他不是直接滅亡羅馬 他這些兇奴人 他是不是兇奴呢 現在就不知道 但這些人呢 在古史上稱為兇 HUN HUN 他們叫兇 兇人 兇人有個部落 最後就漂流到現在兇奴利 兇奴利大草原裡面 住了一百多二百年之後 在公元440年左右 就打到羅馬城了 於是就用羅馬城劫良 這個人叫阿提拉 阿提拉 很出名的 是上帝的皮鞭 上帝的打羅馬人 因為當時羅馬人 看到這些人好像從天而降 哇 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厲害的人 所以兇奴利 如果搞奧運會去兇奴利 其實我覺得有點新意 但問你做不做得成呢 都很懷疑 我有點拗頭 你問我 我也是比較對洛杉磯 或者巴黎有些信心 巴黎有些信心 你的羅馬和布達貝斯 拗頭 美國和法國應該有信心 其實這麼多奧運會 我覺得倫敦奧運 雖然是虧虧少 虧虧少少 但今次 上次2012 他的好處都是 不整身場館 不兇大頭鬼 全部倒閉一倒閉 用原來設施 他給人平實 平實 和給人的感覺親切 和北京那個好像山人密近 但很豪華的感覺 現在是持續性及折氧 sustainable and less costly 還有環保 馬馬遜的象徵 這次奧運還值得說 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從一個奧運的競技立場 我覺得真的失色 沒有了田徑隊和舉重隊 全隊被勒令停止參賽 不准參賽 還有其他個別運動 因為那些驗出禁弱 是很嚴厲的 將田徑和舉重全部踢走 為何競賽會對禁弱這麼敏感呢 就是因為其他的運動 例如B&M波羽毛球 網球和排球這些 它是屬於持續性 一兩個小時的運動 你吃了禁弱 其實是影響不大 但你經濟 好像一百二百四百 就是爆出去 吃藥和不吃藥差很遠 田律也是 像跳丸 這些很講霸法力 還有鏈球 圓球 錶槍 拋了幾步 這樣不這樣爆出去 吃藥不吃藥 肌肉的能力不同 周圓 你剛才說的肌肉力量 最厲害的那次禁弱事件 就是八百年漢城奧戰 那個Ben Johnson 他本來是亞馬加裔 就是加拿大籍 入籍加拿大 正被認為是上世紀 本來是上世紀最出色的跑手 跑得最快 那時候我問他破了世界紀錄 九秒七九 就贏了美國的劉越斯 世紀大戰 很精彩 結果後來黏著金牌 滿足是這麼弱 全世界空洞 其實有些人懷疑他這麼弱 味道Cómo 是類古醇 因為又惹了類古醇 因為那個東西 好像沒可能發現製造良好 這麼弱 結果後來的樣子變得圓圓圓圓 這是類估純後科技症 結果一開始怎麽也驗不到,如果吃得很有技巧 而且當時的劑量沒有驗到那麽輕微 低於藥檢的標準 結果後來發明了更厲害的藥檢氣 就查到他真的有食 而且他那天逃避的時候都被懷疑 竹正、段正、從此申辦名歷 過往創的紀錄和金牌全部禁止 另一個很厲害的單車手癌師頭 本來是高院癌的,後來克服高院癌 拿到七屆還發單車手,後來驗出服用金曰 世紀最偉大的單車手也是全部取消 也是徹底申辦名歷 另一種禁約是俄羅斯 為什麽舉重呢? 舉重除了濾固醇等等的青粉劑 菊霸法力之外 還有一種就是他們很多時候是利尿劑 為什麽利尿劑? 其實是短時間大量排出身體水分 跟氣力無關 但舉重是牽涉到體重 本來是一公斤級的,我排到五十九公斤 我就在五十九公斤就贏了 對,你可以有機會參加一個 一個本來超重的體重去參加一個低級別的體重 就贏面大 另外,如果你同一個級別 舉重是相同的重量 就是輕綁那個人 我贏了 半公斤就分分鐘一金牌銀牌之別 對 反正我本來不是六十五到七十公斤級的 我就減到六十九公斤 你就六十九點五,這樣就不需要了 所以尿劑這件事,舉重又是另一種嚴重的感應 但俄羅斯的舉重一直都是頂級的 其實俄羅斯的無限量級,肥腦很厲害 無限量級,舉重最高的級別是超過一百零五公斤 這都是俄羅斯和寶加利亞的 你應該要吃兩隻雞,五公斤牛肉 他們一定要刺激大量,用大量蛋白症刺激肌肉生長 估計今次,他們未比賽 我們之前莫出的時候 但他們的舉重都是應該是寶加利亞得益最大 因為寶加利亞俄羅斯一直都是叮光碼頭 如果從觀賞角度看,我覺得真是可惜 其實寶加利亞人又不是俄羅斯人 寶加利亞叫布爾加爾人 其實也是從中亞、世亞一路走過去 他跟那時叫色雷斯都有些關係 古代色雷斯人很囂勇善戰 斯巴達克就是色雷斯人了 羅馬時代最大規模的奴隸 軍首領,奴隸起義,超過十萬元的奴隸 就是色雷斯人 布爾加爾人也是很厲害的 在中世紀的時候 打倒羅馬人,雞皮狗走 羅馬時代有很多蠻族 東亞的 古代來說 打仗主要是靠體格 所以到那些地方 他們自古以來很重視訓練 其實現代奧運會有很多運動項目 特別是田淚、競淚這些 最早期的 其實全都跟戰爭有關的 包括鐵頂、集標槍、射箭 射擊、跑步 誰跑得快 馬拉松 馬拉松直接宣布戰 打贏了波斯人,從馬拉松跑到雅典 剛剛二萬四千多公尺 現在是42.195公里 為何那麼短短呢 剛剛從馬拉松跑到雅典 四萬多公尺 現在是42.195公里 但跟那時候也有一點距離 因為古代和現代都不是百分之一 但差不多是這樣的 反正奧運會最早的競技 全都出自軍事訓練 希臘本身都是 那些城邦經常有戰爭 他們本身都是 還有拳擊 拳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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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七時 出國 拳擊 拳擊 拳擊拳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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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擊拳擊拳擊 就是凱督 為何要求他凱督 他拿了一屆後 要退的 要打職業 應該 全世界也有 進行 打完一屆就拳擊了 比奧運金牌大很多 但是中國不准要拿2008年,拿完才准走 這個是愚蠢,結果周士明之後打職業賽 黃金時已經過了 你看看我們香港的曹聲援,他不用打我 直接入職業賽,直接衝擊金腰帶 打拳擊是很差的,一個要打15個回合 一個回合3分鐘,你不夠體力怎樣 一定要年輕的 職業賽就是這樣,現在打拳王12回合最多 一個回合3分鐘,但奧運少很多 還有帶頭盔,帶比較厚的拳套 不過我有聽說明,每次都在奧運打 為什麼呢?他被猶太佬 奧運金沙威尼斯人集中的老闆包起來 對的,還有拳擊很多職業賽 都是在拉斯維加斯或澳門保存出得起錢 是補貼來的 是補貼來的,他在酒店 哄你看東西,哄你賭錢 所以以前阿里和弗利沙的時代 就是在紐約那裏打拳 現在所有政策權都在拉斯維加斯 有些跑去大西洋城打,有些跑去紐約打 總之就是賭場 不過最精彩的一次是哪裏呢? 就是阿里大戰那裏的科曼 那裏是非洲摘伊爾 金沙沙打 為什麼呢? 那次因為金沙沙的總統 蒙博托 蒙博托要搞國際宣傳 又是要面子工程 那裏錢?我貼錢? 是呀 結果那裏打,真厲害 一科曼白人 不是科曼,黑人,兩個都黑人 但科曼當時是這樣的,他全勝 而且他的拳是很重 重到可以將一個二百多磅的對手打到尼尼 芙沙被他兩個回合KO 打跌六次 但不管怎樣 那場竟然被他36歲的老拳王贏了 當時阿里32歲 科曼25歲 相當出來很厲害 那時候他回憶 那些人送阿里出去的時候 他跟衣室裡面的人好像送喪 以為阿里會死 結果被阿里叭叭 所以 又是一些獨裁者的魔咒 98年的時候夢博托 被人堆倒了 然後澤伊爾變了 現在是江國民主共和國 還有一個馬可思 又是獨裁寫假面子工程 75年搞了一場 《賦里沙地阿里》的世紀第三次大戰 86年又是11年 就倒了 走到美國 他都算OK 不用被人堆倒 都是安享萬年 都算安享萬年 都是灰頭肚臉 所以靠體育去搞面子工程的極權專制的政權 不是那麼過癮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結果 又是大概十年了 夢博托好事 有二十多年 這次人們看奧運 說誰有機會金牌 誰有銀牌 我們就不做純體育報道 我們看奧運從一大角度 跟政權的持續性 是否浪費錢 本身大家熱不熱心 反而是在另一個角度 其實看奧運有很多角度 還有記住 我們以前在台灣的媒體 去跑奧運 例如有十二個特色記者 一定配上三個政治版的記者 但跟香港這種白癡奧運 完全離譜 你看看無線金月牌 阿勒為首這堆 雖然裡面有學生 但問題他是政治白癡 他收我政治傳播 我肥了他 不要這樣 你沒理由純體育講體育 因為人體育會有很多故事 你應該當作花水 穿梢 竟然現在看無線派那一隊 都不知道什麼人 算了 現在吃毒屎 以前還有阿士一起播 現在你大台吃毒屎 免費台吃毒屎 你還想怎樣 算了 就這樣 下次再見 再見